满久总统今天出席了报导台湾特战部队的专题影片首映会 特战部队艰辛的锻炼过程也被拍成了影片 在中正纪念堂举行首映 除了在全球放映之外 这也是台湾军事题材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播出 预估全世界至少有1亿3000万人可以看见 中华民国特战部队的精锐实力 总统满久今天出席观赏也赞扬国军弟兄的表现 穿着短裤英勇出击 特种部队海龙气势勇猛 紧接着海军水下作业大队弟兄 边唱边跳大声喊出口号 还有穿着迷彩装扮的突击冰干军班 整齐画意的动作展现国军实力 国防部还找来国际媒体合拍影片 记录台湾特战部队的艰辛锻炼 邀请艺人刘根宏与部队一起体验 一生绝技靠的是日经月累的训练成果 台下总统马英九看得目不转睛 会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陆战队的议员 赞扬国军弟兄的表现 这些基因部队呢 第一次在媒体上 对全世界做最早上的播出 一方面展现出我们特战部队训练的成果 一方面我相信对于中华民国 在全球形象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也是台湾军事题材 主度在中国大陆播出 东南亚地区的民众也可以一探究竟 预估全世界至少有1亿3000万人可以看见 中华民国特战部队的精锐实力 新唐人亚地电视柳光熙 台湾TV报导